各位中一的同學,大家好,我是曾志聰老師 大家正在看的這條短片就是關於白陽朝這篇課文的教學短片 雖然教育局宣佈停課到三月,不過大家需要繼續在谷琦學習 根據政府和學校都主張停課不停學 所以大家靠不同的網上的短片和功課都可以繼續跟進學習的進度 所以不需要擔心,因為停課所以學不到東西等等 既然是教學短片,所以大家需要用平時上課的態度 包括認真、積極和主動去看這些短片 大家在收看短片的同時都需要打開你的Google Classroom 然後裏面有一個Google Form 有些問題是需要大家一路看,一路去到完成的 在這裏先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最重要就是願無必要不要外出 好,大家在這條短片的投影片當中是會看到這個圖示的 這個圖示是告訴大家,大家需要在網上完成指定的題目 所以大家一看到這個圖示或者聽到我的指示 大家需要暫停這條影片完成問題才能繼續收看這條短片 這樣會比較理想一點的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這篇課文我們會講三個重點 第一,就是感官描寫重溫 第二,就是掌握描寫對準的特點 第三,就是掌握動態描寫 在講課文的內容之前,大家請先去到Google Classroom 完成第一條問題 就是關於如何將白羊潮這篇課文的編名 將它劃分成兩個部分 如果老師教過大家的話 相信大家都知道怎樣做的 就是用兩個的斜洞 將一篇課文或者編名 將它劃分成不同的部分 譬如說,風雪中的北平 其實按重點可以劃分成三個部分 包括風雪和北平 那麼白羊潮又可以怎樣劃分呢? 給大家一點時間 可以暫停這條影片 先想一想 答了,然後再繼續去看 白羊潮其實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包括白羊是第一個部分 白羊是一個地方名 第二個部分就是潮 即是潮水的意思 所以白羊潮這篇課文 其實就是在描寫著白羊這個地方的潮水 在講解訪文的內容之前 我們不妨先看看一條的短片 是關於農曆8月18日 前唐朝掀起了歷年的最大浪 今天吸引了很多很多民眾去看浪 大家在Google Classroom 請完成第二到第四題的問題 大家需要留意的是 包括前唐朝其實在中國的哪一個地方呢? 第二,記者曾經紀錄過前唐朝出現哪幾種形態呢? 第三,記者用了哪種動物去形容前唐朝的潮水呢? 我們一起看看這條的短片 中秋佳節在大陸最受瞩目的就是浙江的前唐朝 但事實上真正的最大朝不在中秋節 而是農曆的8月18日 尤其是今年本來就被預估是歷年來最大的 再加上天吐颱風的推波助瀾 光是一線朝的浪高就有1.9公尺 那麼最壯觀的沖天朝 激起的浪花甚至超過了20公尺 這就是人一生中必看一次的前唐朝 當巨大的朝聲和觀眾的歡呼聲 同時哄平在你的耳邊的時候 才能理解一線朝的氣勢 不只一線朝壯觀 隨著江面越來越窄形成的交叉朝 同樣讓人再嘆 雖然大朝一次又一次地撞上江中的堤防 但向前奔騰的速度卻不曾停歇 直到這一刻 沖天朝也是非常的壯觀 有十幾米高 直呼向我們安在現場的工業攝像頭 這就是最壯觀的沖天朝 激起的浪花可以超過20公尺 而隨之出現的回頭朝 同樣會在江面上激起絢麗的浪花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第一波的回頭朝 正在往回走 就像是千萬匹的怒馬在往回走 競相分薄 其實每年的中秋前唐朝早就文明中外 但真正的最大江朝是出現在農曆的8月18 潮水是完全的漫上了老海棠 直撲我們看潮的群眾 而且今年本來就預估 前唐朝會創下歷年之最 再加上天兔颱風的推波助瀾 大陸媒體大規模的現場轉播 好幾架直升機全程空拍之外 還有派出這輛追潮車 跟著浪花一起向前奔馳 全程記錄著壯闊的一幕 主播單位甚至還舉辦了前唐朝衝浪大賽 就是為了要記錄下這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前唐朝 多得新聞成為張軍中綜合報導 剛才大家在短片裡看到的就是 前唐朝那種浪的畫面 大家需要好好記住這些畫面 因為對大家理解這篇的貨文都相當有幫助 剛才這條短片去得很快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究竟前唐朝是位於哪一個地方 好 第一個 大家看一看 螢光幕上顯示的就是貨文的內容 大家看到是文言文 大家不用擔心 白揚朝這篇貨文的作者叫做張黛 張黛是一個明末清初的作者 明末清初 他們現在的年代相對比較接近一些 所以大家看到他的文字 雖然是文言文 但是也是相當的淺白 和我們現在的白畫文很接近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會看不明白等等 再加上 在影片的下方 大家看到一條連結的 大家只要輸入這個網址 就可以找到這篇貨文的語役 大家是需要 一路看這篇貨文的語役 理解了貨文的內容 然後再繼續去看這條短片 正常現在會做一個示範 我們按去看看語役 大家現在在螢光幕看到的 就是張黛這篇貨文的原文 還有一些語役 所以大家可以看著語役 然後去理解這篇貨文 同時大家在Google Classroom 上 都需要完成一篇有九題的問題 都是和貨文的字詞有關的 就是這九個 由第六題到第十四題 紅色並且有間線的字詞 都是一些常見 或者對理解貨文很關鍵的字詞 所以大家是需要 借助剛剛給大家看的網站 然後大家去完成一些問題 你們完成了 我先繼續去看這條短片 所以大家可以先暫停一停 好了 大家做完第六到第十四題的話 我就可以略略和大家講解一下 究竟這些字詞有什麼意思 首先 見潮頭一線 見潮頭一線 其實是一個比喻 即是說 遠遠地看見潮頭 好像一條線一樣 原文沒有像字 但當我們翻譯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用了一種名譽的手法 第二 就是驅 如果我們用配詞法 或者擴詞法 驅其實就是驅趕幾線 是一個動詞 驅趕幾千百群小鵝 脈翼京飛 小鵝 脈翼京飛 如果用上下文推斷的話 即是一個什麼動作呢 即是 其實是打開 或者張開 它的刺旁的意思 下面 這個字就是促 促起盟 百萬的說師 促起的意思就是勇起,勇起的潮水好像一百萬隻熊獅一樣,閉江而下,閉字即是借閉,同樣用大家學過的配詞花 下面就是萬首,萬首的首詞,是一個量詞,即是有一百萬隻的獅子在爭先統候 則巨峰迫之,就好像見潮頭一線一樣,都是一個名譽法,即是潮頭好像巨峰一樣,本身就好像一條線一樣,但到後來就像巨峰一樣,迫過來西玉拍岸而上玉字,大家學過了 是一個常見的文言虛詞,即是要或將要的意思 準備拍賣的岸邊,看者本身這個字是獨癖,但其實是一個通假字,加一個餐廳,即是鼻字 鼻 在岸邊的人做什麼事?他們是走鼻不及,所以這個鼻是叫躲鼻 到最後,潮到堂的時候,盡力一搏,那個搏是一個動刺,即是撞的意思 在理解完所有的字詞之後,我們就可以看看第一個學習,重點就是講感官描寫 大家請去到Google Classroom 完成第15到第19題的問題,都是環繞著感官描寫的 感官描寫固然跟大家的感官有關,人有五官,所以都是運用我們的眼而口鼻 即是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去到描寫所見到的景物 例如曾sir 還有一個例子,粒堂上,見潮頭一線 作者是用哪種感官,看到潮頭一線湧過來? 見啊,當然是用我們的雙眼,所以是視覺的描寫 大家需要在Google Classroom 繼續分析,其他部分作者是用了哪些感官描寫手法 好,當大家完成第15到第19題之後,我們就來到第二個重點 大家需要特別留意這個部分,因為與科學習作是有關係的 第二個重點就是講動態描寫 其實大家回想風雪中的北平,大家都學過的 就是作者透過說風捲起的沙,打在作者的念上 然後就是突出那種風勢的威猛和猛烈 所以同樣來到這篇的課文,作者也是用動態描寫去描寫潮水 在螢幕的右邊,大家可以看到距離和文本 其實做了一個示範,就是告訴大家 究竟作者是怎樣去到動態描寫白陽朝的潮水 其實就是從不同的距離和不同的階段去描寫的 第一個階段就叫做臨堂上 作者看到些什麼?潮頭一線,從海陵以來直奔堂上 這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其實都是跟距離有關的 不知道大家在這個段落當中,你有沒有看到在哪裡呢? 不如給大家一點時間想想想 如果要填寫螢光幕上的第二格的距離 大家會填哪個詞語下去呢? 沒錯,就是稍近了 稍近出現在這裡 則隱隱落白,如驅千白群小鵝,脈翼驚飛 即是說當潮水是最遠,然後慢慢去到近的時候 作者看到的景象不一樣了 潮水的狀態都有些變化 我們再看下去,第三個階段應該就是佔近 大家看到的立堂上,稍近和佔近 看不見到他們出現在一個句子的哪個位置呢? 沒錯,都是一句的開頭,在一個特殊的位置 所以這些詞語我們就叫做標示語 作者用了這些標示距離的標示語 告訴我們,作者觀察到潮水有五個階段 分別有五個的距離 我們繼續看下去 到第四個階段 則巨峰迫之,西玉拍岸而上 看者避宜,走避堂下,就是在近 到最後最後,就是潮到堂 嘩,那種的氣勢是最強勁的 當水用盡所有的力氣,撞到岸邊的時候 哇,地下濕了,淺起的水有幾丈那麼高 然後呢,歸山一檔 呈現了非常非常大的響聲 所以這個是到最後,潮到堂 最厲害的一個高潮 如果我們用一個時間軸 去整理這五個階段,這五個距離 作者所見到的景象應該是這樣的 由立堂上,接著是守近 接著是沾近,接著是載近 接著是載近,到最後是潮到堂 大家看到,作者在不同的距離 不同的階段看到的潮水 其實是有點不一樣的 一開始的時候,潮水還是一線的 相對是很平靜 沒有那麼洶湧,沒有那麼澎湧 都慢慢,近一點 那些水開始像小鵝一樣 再近一點,就像獅子一樣湧過來 到最後呢,哇,不是像動物 只是像一個巨峰般撲到岸邊 所以那個距離 是跟那個描寫的對象 的特點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究竟作者為什麼要用動態描寫 去寫潮水呢? 作者想突出潮水的哪個特點呢? 我們回到訪問的文本 大家看了剛才的影片 看了內容之後 大家覺得在你的腦海當中 你會看到一個怎樣的白羊潮呢? 如果叫你用一個詞語去形容這個潮水 你會形容這個潮水是怎樣的呢? 我的答案就是 洪湧澎湃湃 特先生先生也有提到這四個字 突出潮水的洪湧澎湃 這個就是潮水的特點 要觸近描寫對象的特點 我們才能夠決定 我們究竟用哪一個的描寫手法 去描寫我們的描寫對象 就好像風和雪一樣 大家記得的話 在風雪中的不平 風就是其中一個描寫對象 作者是用了動態描寫去描寫它 而雪 作者就用了靜態的描寫 其實用動態還是靜態 就很取決於我們究竟要 突出描寫對象的什麼特點 譬如說 我們要突出風的猛烈 當然我們就用動態 我們要突出雪的美麗 我們就用靜態 而這篇的課文 我們要突出潮水的洶湧澎湃 所以我們很自然的 就會用動態描寫 如果我們要回到剛才的時間軸 曾經說過距離是由遠至近 其實都是一個層低的方法 由很遠到很近 其實氣勢都是一路的遞增 由本身很薄弱的 到晚岸的時候很澎湃 但大家看的影片也是一樣的 在很遠的時候 都好像一條線一樣 但到趴在岸邊的時候 就是非常非常澎湃的氣勢 所以作者就選了 用動態描寫 去描寫白陽朝的潮水 好 到最後還有一個很簡單的課堂的總結 作者與共用了兩種直接描寫的方法 一個就叫做感官描寫 第二就是動態描寫 去描寫白陽朝的潮水 目的就是想突出白陽朝的潮水 那種的洶湧澎湃 這條影片的最後 再看一次大家 大家是需要去到Google Classroom 去到完成指定的問題 一共有21題 佔21分 大家看這條影片有不明白的時候 不妨在Google Classroom 留言 問回你們的任教老師 又或者可以翻看這條短片多幾次 希望可以幫大家解決到 你們學這篇訪問的難處 這條短片就到此為止 多謝